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 美国的卫星无意间拍下了一张照片 让全球感到特别震惊 连连表示东方是我们的榜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大家都知道虽然在近些年里 人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因为不断地开采能源 导致我们的环境遭到了特别严重的破坏 沙漠面积越来越大 住在沙漠周围的人每天都饱受着黄沙的侵袭 过着特别痛苦的生活 经济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提升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国家的生活 就想出了很多办法 派出了很多专业人员到沙漠里种植绿树 马云等很多企业家也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人们有正值绿树保护环境的意识 开办了很多像是蚂蚁森林的活动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深入 这些活动都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我国的很多沙漠都被种上了绿树 我们正在想办法创造一个更美丽的家园 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 我国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特别吸引人的 很多沙漠都出现了生机 人们再也不用因为封杀的事情特别苦恼 所以美国卫星在查看各个国家绿色种植范围时 无意间拍摄了一张照片 让全球感到特别震惊 连连表示东风是我们的榜样 据了解 我国在近些年里的值倍增长数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全世界排名第一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超越